马来西亚当地的派友在10月2日在马来西亚马六甲 举办的派迷你一货加年华伴的有声有色 然后小萱我请派友们一起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好消息 让大家都知道派币确实是前来的 真的是可以用派币来购买你想要的东西 大家好,我叫小萱 这期影片小萱我为大家整理出三个派友们会想知道的派币新消息 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第一个消息更新 来自来购库买商城的两个好消息 第一,官方0.01手续费减免功能以上线内测 首先,我们都知道封闭式网络期间 无论我们是点对点互相转账 还是通过一货商城在线支付 派项目方都会收取每个派友的0.01手续费 这里小萱我举例说明 每一笔转账交易或在线购物都会扣除一次0.01手续费 嗯,相信这个派友们都清楚吧 但是,问题是随着交易的次数增加 手续费日积越累就会越来越多 例如我们在商城购物或者互转账100次的话 那么0.01个手续费乘以100次就等于一个派币了 全球几千万派有累计交易次数是百万级 千万级 光手续费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当然,这手续费不是派项目方拿的 手续费是为了防止恶意多次操作造成网络拥堵 然后,手续费是用来奖励各种为派Network做出贡献的行为 比如说运行节点的派友 而且手续费还可以用于日常维护管理 那么这个手续费0.01是整个封闭式网络期间都不会改变的 所以,官方是不会减免0.01手续费的 只会在第三阶段,派币有了价格后 手续费才会逐渐再慢慢调整 但是,来购库买开发出一项新功能 让普通派友买家直接受益 那就是官方手续费0.01减免新功能 那么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个官方手续费0.01减免功能呢? 派友们可以充值派币到来购库买商城钱包中 例如我们想充值10个派币到商城 就只需支付一次0.01手续费 而不会扣除累计10次的0.01手续费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大量手续费 充值的派币余额可以用来购买商品货服 那么这个余额充值功能正式推出之后 确实可以帮助全球数百万的派友 减免无数次官方手续费 当然,目前在线充值余额的这个功能 只有退款买家和部分管理员才有内测权限 如果来购库买商城开发的这个 出减免官方手续费的功能成功的话 那将能够让全球派友们受益 第二,商家周转功能即将开发完成将开启内测 大家记得吗?小轩我在这部影片有和大家分享 来购库买商城跟派官方申请这个商家周转功能 那商家们为什么需要这个功能呢? 虽然有些商家愿意去发货 愿意去对于易货来做一点贡献 但毕竟商家不是那一种跨国企业的大财团 因此会有现金周转的困难 所以对于这部分的商家 尤其是信誉良好 很热情投入的商家们 是不是要让他们有这种弹性的周转变现的方式 那么来购库买这边说 商家周转功能即将开发完成将开启内测 小轩我相信如果这个功能完成的话 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投入 更多元的商品会出现 那么我们就敬请期待呗 然后这个功能应该会在10月份之内 可以提供给派友们跟商家们使用 那目前来购库买商城 再准备商家周转功能 买家减免0.01手续费和商城积分兑换功能 但是这些功能的详情 来购库买不能提前透露 要避免被模仿 因为任何技术都可复制模仿 构思功能逻辑原创才是最关键 所以商城会在正式公测时候 才宣布功能的玩法 第二个消息更新 更新尼古拉斯博士在斯坦福大学讲座的消息 在前天的视频小轩我已经和大家分享关于 尼古拉斯和范城雕博士在斯坦福大学开的讲座 那么有些派友就希望小轩 我可以说更多关于这次讲座的内容 可是 这个讲座不是以公开的形式去向大家发放 目前小轩我也还没有看到有人 将任何的视频放到网络上去 本来前天小轩我在想 等有更多的消息出来后 然后再去给大家做进一步的报道 但是 但是这个讲座完了之后就没有更多的消息出来 或者派友与派技术团队和营销人员交谈时所拍摄的场景 然后 这是派项目放映的一个传单 这里有加入派挖矿的二维码和邀请码 那目前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就是 这个讲座是针对于斯坦福大学校内的学生开放的 所以说 这个讲座的内容很大可能不会进行的开放 也不会在网络上面公开 其二 相信这张图片是讲座结束后 有些学生可能有一些疑问或者有一些问题就留下来 与尼古拉斯博士和范城雕博士交谈 因为从图片的座位来看的话 基本上人已经离开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投影部幕这里是展示加入派和新团队 意思就是说尼古拉斯博士跟学生们介绍完派Network了 如果学生有兴趣的话 可以电邮给官方申请加入派和新团队 第三 虽然尼古拉斯博士和范城雕博士戴着口罩 但是从他们的表情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比较喜悦的 和以往在视频上发布的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尼古拉斯博士 可以看出他现场的一个状态是非常的好 相信是因为项目发展到不错 所以尼古拉斯和范博士看起来比较喜悦 OK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见任何关于这次线上讲座视频的流出 那最终会不会有这个讲座的视频或者内容流出 目前我还不得而知 但是小轩我会持续关注这个事 如果后续有更多的信息和关于这次讲座的消息 小轩我会再和大家更新的 第三个消息更新 马来西亚首场派迷你一货加年华办的非常成功 马来西亚当地的派友在10月2日在马来西亚马六甲 举办的派迷你一货加年华办的有声有色 从网络世界走到实体世界 也从一个人汇集到兴趣相同的众人 而且到场的派友都来自全国各地 尤其是乌易和印义有足也踊跃地参与这次的派迷你一货加年 那么这次举办派迷你一货加年华 除了让大家可以使用派币来一货 其实里面的意义非常重大 第一 推动马来西亚派友对派的认知 第二 让更多群众了解派Network是什么 第三 让派友学习进行交易步骤 另外 在场有一些资深的派友 也协助了不少派友解决各种技术上的问题 那么小萱我希望中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等等的国家和地区的派友们 也可以搞一个这样的线下活动 让更多的派友聚集在一起 让社区更强大 然后小萱我非常感谢这次 派迷你一货加年华的这些为派负能的商家 也非常感激所有参与的商家 以及幕后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们都是义务 有些派友甚至出钱又出力的为派负能 因为有大家 马来西亚首借派一货迷你加年华 才能在有些不完美中的完美中落幕 另外 小萱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让更多 更多的人看到这样的好消息 让大家都知道 派币确实是钱来的 是可以用来买东西的 以后大家可以用派币 来购买任何您想要的东西 那小萱一个人的能力很小 但是结合大家的能力 一个人传给十个人 十个人又传给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又传给一千个人 到时候一千个人的能力 就会好几倍的放大再放大了 那时候派Network 一定会在全世界都广为人之了 而且您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也是在为派Network赋能 因为有越多人使用派币 派币的价值越来越高了 你手中的派币就会更值钱了 然后并不是只有马来西亚 也不是只有华人世界 不是只有东方世界对派Network有热情 最近派Network在非洲和印度一样种植成城 很多当地的派有都在当地的国家 透过自己的力量去集合 让更多人了解派Network 愿意赋能的派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 而派Network就是一条线把大家连起来 最后 小轩我在这里和大家透露一点 前天项目方在斯坦福小学的线下活动结束后 晚上的11点到凌晨2点 派项目方多名创始人 与来购库买商城团队成员 进行了一场网络视频会议 那这个内容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讨论呗 OK 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轩 谢谢大家的支持哟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